继续我们的美丽中国暑期热消费特别报道 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广州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需要不断的创新升级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广州拥有众多人文古迹和非裔文化 那么如何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 探索新的消费模式和业态呢 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这里是广州市的永庆坊 其整体风格融合了人文古建 国际休闲与一体 更是以传统换新延续了非裔文化和传统文化 在我右手边的就是乐剧博物馆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乐剧 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三场免费的演出 供游客和市民欣赏 而在永庆坊里还有非裔街区 可以让大家亲身感受广秀广中省尸的非裔文化 夜幕降临乐剧艺术博物馆里迎来了一天中的客流高峰 市民游客围坐在戏台周边欣赏演员的精彩表演 除了演出 乐剧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 还陈列了众多乐剧艺术藏品 充满岭南特色的仿古建筑群 也吸引观众拍照打卡 每天的游客达到了上万人次 和周边的习惯永庆坊片区来非裔街区 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既弘扬了乐剧传统文化 又带动了人流 人流量 在永庆坊街道两旁的非裔小店 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在一家经营广中非裔文化的商铺中 游客们饶有兴趣地向店家询问 广中的制作原理 冲着这个非裔文化过来 然后就是刚进到门口 就看到这些钟都很精致 然后这两个小孩也很有兴趣 就拉着我们进来了 我是大开眼界的感觉 广中动态的东西很多 打开这个看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水法 一个是横的水法 一个是重的水法 横的代表河流 重的代表瀑布 然后河流上面有源源在游动 上面有卷能门打开 人偶出来翻杠 我们看一下 当然里面还配有音乐 这是广中特别好玩的地方 在广州修旧如旧的城市改造原则下 以及非裔文化的带动下 永庆坊已经从老街区 变身为文化休闲新地标 目前永庆坊街区在营品牌数量有136家 今年上半年街区营业额同比提升24% 客流量同比提升12% 都没有安排 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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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证